半夜扔垃圾的时候被锁在门外 我敲了敲门 里面的鬼开一下门 半场没反应 我一脚踢了上去 都死了还这么没用 只会偷看我洗澡是吧 门啪的一声开了 我很有用的 还有 我没有偷看 一 新租的房子不干净 我早就知道了 有时候是镜子里的我忽然开始冷笑 有时候是水龙头冒血水 直到我拿了个碗接住血水 说要做成毛血旺 他就神奇的消停了 我哼哼两声 果然是个气软怕硬的 我威胁中介说要上网发帖 让他在这一行混不下去 他才告诉我不止我一个租客在这里撞鬼 最后他给我退了一半的房租 我欣然收下 毕竟这个世界上有比鬼更可怕的东西 那就是穷 看懂的人已经落泪 总之我和这位勉勉强强和睦相处 主要是我单方面无视他 看吧 冷包里连鬼都受不了 每天洗澡的时候就感觉背后阴冷 我骂了好几次 但是对方死皮赖脸不走 下次还是冷 我就心安理得关了空调开着门洗澡 大热天的 还给我省点电费 怪贴心的 二 今天是我连续加班的第十五天 凌晨两点 我倒在床上才想起垃圾没扔 我思考了半分钟 天气这么热 我很怕蟑螂闻到腐败的气味 来我家安家 我任命提起垃圾下楼 宛如行尸走路般将垃圾扔进垃圾桶 深夜昏黄的路灯下 我这副面黄鸡兽 有气无力的模样 应该比孤魁野鬼还恐怖 我面无表情上楼走到门口掏兜 下一秒 我拆得裂开 我穿的睡衣 哪来的兜 我看着大门 思考了几分钟 究竟是睡大街危险 还是直接去公司上班危险 毕竟后者可能直接导致我猝死 我摇了摇头 试图让自己清醒一点 脑子里灵光一闪 于是敲了敲门 里面的鬼开一下门 屋里半点动静都没有 我等了一会儿 还是没反应 我的素质和美好品德 都所剩无几 于是我一脚踢了上去 都死了还这么没用 只会偷看我洗澡是吧 门啪的一声开了 我被阴风冻得打了个机灵 但是今天我理亏 就默默锁门 爬上床一秒入睡 半小时后 一双苍白销瘦的手掀开我的被子 我很有用的 还有 我没有偷看 我迷迷糊糊抱着那双冰冰凉凉的手 哼哼 你说的对 嗯 你的手好大 好凉 好舒服 第二天坐在宫位上 我带着地点开搜索页 prosh是男鬼怎么办 养男鬼需要什么 家里有鬼会影响我发财吗 同事问我怎么了 一天到晚半死不活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因为今天早上起来 家里那位的画风忽然就变了 厨房里放着做好的四菜一趟 贴心的装进饭盒 刷牙的时候 镜子里的自己忽然脸红 顶着我的脸 看着我脸红 跟有病似的 但我一想 不用白不用 出门前还故意自言自语说 最近好忙都没打扫卫生 回过神来 我感觉自己跟着黑心老板都学坏了 剥削一个纯情难鬼的劳动力 我决定晚上回去跟他摊牌 毕竟人鬼疏途 希望他不要发怒 我怀着唇痛的心情准时下班 推开门时 差点被屋子里增亮的地砖闪瞎了眼 阳台传来水声 我放慢脚步走过去 正好对上一张慌乱的脸 白发红毛的男人跪在地上 手里还捧着什么东西凑到鼻尖 我定睛一看 脸颊瞬间爆红 是我的 印着草莓的 内内 他慌张放下 不是 我不是故意吻你的 呃 衣服 他苍白的脸上浮现病态的红韵 我想帮你洗衣服 但是好像拿错了 我想闻一下是不是脏的 我捂着脸的手缓缓放下 才发现阳台上整齐的亮着我昨天换下的衣服 床上三件套也洗好了 我忽然就羡慕起 天天催我相亲的爹位男同事 家里有个软乎贴心的漂亮媳妇暖被窝 比什么都好 虽然这媳妇不软也不暖和 我打好的副稿还没说出口 他就走到厨房里开始做饭 男人的腰 被围裙掐得极其细 宽肩斩腰引人众目 看得人流口水 他忽然转身 我下意识擦了擦嘴角 他走过来 朝我低下头 帮我把头发扎起来 可以吗 我像个木偶一样 听从他的指令 中途还因为头发的手感太过顺滑 费了点功夫才扎好 吃饭时 我无数次想开口 但每次抬头 都看到他专心的盯着我的唇 做鬼也真可怜 这么好的味道都尝不到 我同情的感叹一句 他却不知为何 轻笑了几声 霍荧光 我叫霍荧光 突如其来的自暴家门 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于是也自我介绍道 我叫李昭昭 本来我有些不好意思吃白食 就打算自己洗碗 却被他推出去 你先去洗澡吧 这些事我来做 就好 三 我飘飘欲先进了浴室 发现里面顺一和香薰都被好了 忽然想起什么 我伸脑袋出去 那个 霍荧光 不许再偷看我洗澡 他愣了愣 耳根都红了 我真的没有 我不以为然地关门 死庄哥 然后像往常一样哼着歌 五分钟后 脖子被冷风吹得打入机灵 我有些生气 霍荧光 别闹了 在心里讥讽他 看着人模人样 骨子里还是变态 但是冷风还是一直吹 我转身准备继续骂他 忽然对上墙上一张猙獰的脸 我惨叫一声 来不及穿衣服就冲了出去 霍荧光听见动静走过来 我直接跳到他身上 浴室 有 有鬼 我抬起头 就看到近在咫尺的眼睫 青红的眼睛里 映照着我们紧紧贴在一起的胸膛 霍荧光的脸颊开始泛红 随即他一开目光 我眨了眨眼 就发现自己被塞进了被窝 霍荧光进了浴室 又走了出来 他手里多了一面小巧的镜子 是一面开支的古董镜 不知怎么被工匠嵌进墙壁了 下一秒 那面镜子 浸在他手里碎成粉末 别怕 只是件不甘寂寞的死物 随即他将我的衣服放到床上 回到厨房继续洗洗刷刷 我穿上衣服 有种懒汉天将贤惠小媳妇的感觉 他洗好了碗筷 又催我收起手机赶紧睡觉 然后他的身体就慢慢透明 我下意识抓住他的胳膊 你睡床吗 说完我就有些后悔 这话太有奇异了 我是觉得以前看不见还好 现在竟然知道人家这么大个鬼在屋里 还给我洗衣 做饭 打扫 结果我一睡觉就让他消失 有点太炸了 而且一想到我闭上眼时 他可能就在旁边盯着我 我有点睡不着 他沉默了几秒 让我有些忐忑 我连忙解释 我是说你睡那边我睡这边 不是 不是要和你睡的 忽然屋子中央就多了张床 慧荧光躺了上去 他倾笑一声 晚安 昭昭 我老脸一红 伸手啪的一声关了灯 四 我和慧荧光莫名其妙就成了同居室友 周会前 我哼着歌作 屁屁屁 同事欲言又止 你最近遇到什么事了吗 你的脸色有点不对劲 我心里咯噔一下 心想 慧荧光不会偷偷吸我的洋气吧 连忙掏出手机 打开前置摄像头 差点被自己瞅晕 你是不是偷偷交男朋友了 啊 你已经连续半个月带饭 做饭也不像之前一看就恶心 最重要的是 你都好久没骂那个老兔子了 他朝着领导办公室弄弄嘴 而且 你刚刚做PP居然还哼歌 我摇摇头 他怀疑的看着我 你不会中彩票了吧 我只能胡扯到 是我的心事有人很好 他厨艺特别好 人又热心 每天都会给我顺手做一份 他听到这里 索然无味的离开 我揉揉脸 心想要做点啥 感谢霍荧光 于是晚上到家的时候 我举着特意多坐了半小时地铁 才买到的香烛 给霍荧光看 我拉着他坐到桌子前 将买来的食物摆进盘子 然后关了灯 点燃香烛 指扎铺的阿婆说 旁边点上香烛 鬼魂就能吃到这些东西 他眨了眨眼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桌子上的食物 这个 肯德基全家桶 也是给我的 我点点头 虽然阿婆说瓜果味道最好 但是看你这个样子 活着的时候 肯定没有吃过垃圾食品 放心 有我离招招一口饭吃 就有你的一口汤 霍荧光脸上有些不赞同 但还是低下头绣闻香烛 你昨天才迟到 这月已经没有全情了 这些很贵吧 古人说 灯下看美人 果然没错 霍荧光的侧脸 在香烛映照下像一幅画 又像古装剧里赏花的美人 只不过 赏的是热辣香古鸡 我别开脸 今天疯狂星期四 很便宜的 他猛猛的看着我 我才意识到 应该给他买个手机 一想到我不在家的时候 他一个鬼 除了洗衣做饭 其他时候都在等我回家 感觉像养了只小狗 等我反应过来时 手已经自动落上 霍荧光的头顶 对上他疑惑的目光后 我才收回首清可一声 吃到了吗 味道怎么样 他醋着没点头 有点辣 他凑到我跟前伸蛇 红萝都卖上一层水雾 居然是吃不了辣的鬼 我急忙到了杯水递过去 他一脸无辜的看着我 我才发现他喝不了 眼看着他被蜡的蹲在地上 我眼一闭心一横 给自己灌了杯水 然后拖着他的后脑勺吻了上去 霍荧光的口腔里很冰 冰得我整个人都抖了抖 但他勾着我不让离开 唇舌交缠 有人不专心 一半的水都从唇边溢了出去 我瞪了霍荧光一眼 就看到他眼里的笑意 我有些呼吸困难 抵着他的舌头想要退出 他没有挽留 我有些庆幸 又有一点失落 就 见他忽然凑近 愈发凶狠地压了下来 霍 你 他拖着我的后脑勺 将我压在地毯上 霍荧光被我赶去厨房 我尝了一块香谷鸡 惊奇地发现 霍荧光尝过之后 这些食物真的没有味道了 但是这些东西都还是好好的 我端起来走进厨房 拿出压箱底的高压锅 霍荧光皱着没看我把鸡肉倒进锅里 加水 我洋洋得意 你没见过吧 这是我在网上看的柳子菜图 虽然鸡肉胃没有了 但是骨头还可以熬鸡汤 霍荧光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早上 我被鸡汤的香味唤醒 他故作惊讶 招招你的厨艺也太好了吧 好香的鸡汤 我打开高压锅 面无表情道 哇 真神奇 我的香谷鸡 变成一整只鸡了呢 虽然我对他偷偷换掉香谷鸡的行为 有些不满 但是鸡汤确实好喝 以至于用午饭的时候 一堆男同事忽然过来 调侃我真贤惠 是啊 小黎最近变化好大 是不是想谈恋爱了 不如跟老汪试试 他经常过来偷看小黎 他们说的老汪是隔壁部门的总监 比我大八岁 目测两百斤 浑身有蜜蜜 看得我想找高压锅 此人最热衷于贴着新进公司的女员工 可能因为我的沉默给了他们信心 几个人讨论的愈发大声 那小黎要记得穿裙子 我们这种老男人都喜欢看美腿 哈哈 没错 而且小黎平时可以早点到公司 把水烧好了 卫生打扫了 垃圾倒了 这才有个女孩的样子嘛 要不是舍不得鸡汤 我手里的碗已经扣到他们头上 我喝完最后一口汤 刚准备骂人 他们口中的汪总监走了过来 我看到他那张脸 就打了个宝格 差点吐了 我收拾起饭盒迅速离开 到门外还听到他们在调侃小黎害羞了 我翻了个白眼 感觉可能要早点找下家了 自从之前的杨总掉走了之后 风气越来越差 这坡地方一天都待不下去 五 结束了一天的牛马工作 我神情呆滞的离开公司 还没到地铁口 就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回头就看到汪总监打开车门 他摇晃了敦时的身体朝我走来 小黎 晚上一起吃饭吧 车上其他男同事都起哄道 走 去唱歌呀 我躲开他肥瘦的手指 不用了 汪总监 我家里还有事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其他人也下了车 小黎 怎么连汪总监的面子都不给 杨雷那个老巫婆已经走了 你要是得罪了汪总 明天就会滚蛋 说着便有人伸手抓我的胳膊 有人推推嗓嗓 有几个路过的女孩子 大着胆子问他们是不是强迫我 少管闲事 我们汪总和女朋友闹别扭呢 我一脚踢在他当上 妹妹 帮我报警 汪浩脸上的肉抖了抖 别 小黎 大家只是爱开玩笑 一群人浩浩荡荡离开 我走过去跟那几个女孩道歉 又怕汪浩盯上他们 让他们赶紧离开 好 姐姐你也注意安全 我坐上地铁 垂头丧气的在心里骂了他们一百遍 刚到小区门口 刚好接到电话 是快递 我拿了快递后才打起精神 不就是一份工作 救的不去 心的不来 我刚打开门 就被霍荧光抱了个满怀 他一手关门 一手排着我的下巴稳了下来 我浑浑噩噩的想 还好霍荧光不追问我们是什么关系 不然我只能说句纯有意 他好像很热衷于这种事 就像同事家的小猫小狗 热衷于将人类标记上自己的味道 每次都要我喘不过气 拽掉他几根白发财品 这次也没例外 他依依不舍地帮我擦拭着嘴角的水光 我将快递塞到他手里 给你的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 然后捧着手机不知所措 我看他呆呆的样子格外有趣 忽然发现自己越来越习惯嘲笑这个老实鬼 我摊在沙发上 招招手示意他坐过来 然后按了开机键 教他怎么注册账号上网 怎么发消息 霍荧光大多数时候都挺聪明的 他说会做饭 是因为经常看别的住户做饭 久而久之就会了 电子产品对他来说也很容易 他很快就学会 保存我发给他的表情包 并熟练运用 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 他对手机竟然没有上瘾 还叮嘱我不要多看 因为网上说 手机看久了对眼睛不好 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活血活用 我依依不舍地准备放下手机 忽然手机弹出一段营销号发的视频 就在刚刚 S 是发生一起车祸 两死两伤 我扫了一眼 就看到未完全打码的车祸现场 熟悉但血肉模糊的脸一闪而过 我吓得手机都扔了出去 霍荧光弯腰接住手机 看了一眼屏幕 他的语气极为平静 招招 看来你不用辞职了 我还没从那张血腥的照片里回过神 有些发冷 又有些困惑 你怎么知道我打算离职 还有 汪浩他们的车祸 难道和你有关 六 霍荧光脸上 那种习惯性的温和表情忽然消失 让我觉得很陌生 他放下手机 他们很烦很吵 该死 我吸了口气 这还是我那贤惠温柔的小媳妇吗 他朝我走近 逼得我后退几步 被他困在沙发上 齐长的手指拨弄着我的唇舌 我每天都很想你 昭昭 所以早安稳的时候 我在你的身上流了一点诡气 这样我就能看到 昭昭一整天做了什么 他的语气忽然变得凶狠 没想到 会看到那几个该死的东西 我有点走神 一想到我上班摸鱼和同事胡言乱语的时候 都被灰光看到了 我忽然有点想念当初 和他互不打扰的时候了 他低下头 冰冷的唇腹在我的肩上 昭昭 你生气了 你会搬走 离开这里吗 还是会找那些臭和尚 臭到是抓我 你是第一个给我买手机 买香烛 跟我分享食物的人 就算你让他们抓我 我也会乖乖束手就勤的 他的语气越来越兴奋 我被冻得发抖 感觉马上要得风湿 终于忍无可忍的 抓起他后脑勺的一把头发 迫使他抬起头 霍荧光 你有病就去治 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可是付了一年的租金 天塌了 我也不会搬走 我推开他起身 还为了你找到师 你以为你是谁 我走到厨房盛饭 霍荧光愣了两酒 忽然笑了起来 招招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 我差点腔道 在心里骂一句神经病的脑回路 就是不一样 经过这件事 他倒是彻底不装了 我决定给他点教训 于是干脆彻底无视他的存在 洗完澡 我就摊在沙发上玩手机 他小声劝我早点休息 我抓着手机翻了个身 手机忽然变黑 短视频的画面 变成一个纸扎人的脸 我吓了一跳 差点从沙发上掉下去 霍荧光接住我 招招 你该睡觉了 除了刚搬进来的时候 我已经很久没被吓过了 花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是霍荧光搞得鬼 我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 然后进了卧室 反锁了门 虽然这根本挡不住他 只是起到一个心理上的作用 第二天一早 我照常起床 只不过离开前没有拿走桌上的便当 也无视了某人的索吻 然后我发现门打不开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霍荧光从背后抱住我 招招 亲亲我就好 我笑了一声 松开手 他以为我要吻他 刚低下头 就又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收回有些发麻的手 开门 这次我轻轻一拉门就开了 到公司后 同事就悄悄问我 知不知道汪总监出车祸的事 贴出邪门的很 监控上显示 车子忽然就失控了 后来倒查发现又没问题 还好没有撞到别人 大老板好像已经准备找人做法事 果然人在做 天在看 之前被他们骚扰的几个同事 听说都发朋友圈庆祝了 开压低声音 这几个贱人 也是恶有恶报咯 我没有做什么评价 回到公位正常上班 没有人发现我的异样 忽然手机不断有消息提示音响起 宝宝 我一个人在家好无聊 好想你 宝宝戴眼镜的样子好美 宝宝为什么要看别人 不许看 好想把他们都杀了 对不起 我又偷看宝宝了 宝宝记得惩罚我 死 那两巴掌好像还给他打爽了 但是愚蠢的鬼魂 应该不知道还有拉黑这个功能 我把他拉黑之后终于消停了 一想到他看着红色感叹好傻眼 我有些忍不住笑意 刚好接到通知 因为汪总监的意外身亡 杨总会被调回来 我小声噎了一句 去茶水间接咖啡的时候 听到外面吵吵嚷嚷 我伸在脑袋看了一眼 正好和穿着倒跑的大师对视上 吓得我赶紧缩回去 然后又忐忑地把货荧光 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悄悄问他 大师会不会找到我身上 他居然还学会了发表情包 也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套小白猫表情 长得跟他还有点像 发了个萌萌的小猫疑惑表情 我鬼鬼祟祟的打字 比如说 闻到我身上的气味 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 大师一眼就能看到 这个人印堂发黑 恶鬼缠身 他发了个轻轻的表情 宝宝很白 然后发了一张我在熟睡的照片 你昨晚果然又偷偷溜进卧室 居然还偷拍我 我只是想帮你盖好被子 然后你说我的手很冰 抱着我不放 我翻了个白眼 现在什么天气 你半夜给我盖被子 屏幕上飘过小猫心虚小猫装死的表情 我没再理他 也成功忘了那个大师 过了半小时 大师走进来神圣叨叨地绕了一圈 不过他没有多看我一眼 我放心 回家后 桌上依旧是做好的饭菜 我看都没看 拎着买来的炸鸡坐在阳台上 馋得隔壁住户的猫巴拉着玻璃喵喵叫 灰荧光端了碗走过来 你想吃炸鸡 我下次可以做 别吃外面的 我晃着鸡腿动猫 惹得隔壁住户都走到阳台上看 是个和善的大姐 她有些不好意思 哎哟 这馋猫 她准备抱猫回去 我走过去问她能不能撕点给猫 她爽快地说可以 我就把鸡腿肉撕了一小碗 送了过去 小猫一边吃一边喵呜喵呜的叫 大姐笑了几声就回了屋 我蹲在地上给小猫拍视频 忽然手机被抽走 霍荧光面无表情地删掉视频 又看向正在吃鸡腿的小猫 她的脚下出现一团黑影 慢慢朝着无知无觉的小猫蔓延 也不知是不是猫咪比较敏感 她忽然就炸毛家颈尾巴跑回去了 我感觉手又有点痒 霍荧光 能打听一下你生前埋在哪里吗 啊 朝朝是想以后和我埋在一起吗 呸呸呸 我的意思是 你再这样随便对一只猫都要起杀心 我就去扒你的粉 我没有 我翻了个白眼 你不承认的话就不用做饭了 反正以后我也不会吃你做的东西 剩下的菜 我拿去喂狗吧 我刚拿起盘子 它就抓住我的胳膊 不 我不会了 不会什么 不会杀人 还有猫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自己做过的事不记得了吗 还 还有 我不会再偷偷在你身上放鬼气 在你上班的时候偷看你 不会在半夜偷偷搂着你睡 亲你的脸 还有洗衣服的时候 偷偷用你的衣服 我啊了一声 及时阻止他说出什么虎狼之词 我摸了摸发烫了耳根 色力内人的谴责他 你竟然瞒着我干了这么多坏事 亏我这么信任你 罚你从现在开始要和我保持梁米的距离 他脸上肉眼可见的失落 梁米也太远了吧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可是 这屋子太小了 梁米远我可能就要飘在外面了 我才反应过来 都怪我是穷逼 于是恼羞成怒道 让你飘就飘 哪那么多废话 他委委屈屈的飘到厨房 我故意跟过去 于是就看到他一脸不高兴的穿墙消失 我捂着肚子笑了几秒 才回客厅 果然他又穿墙回来了 我心安理得的玩手机 霍营光以我为原心 用一脸瘦气包的表情做着家务 要不是我早就知道他是什么德行 或许真的就心软了 我胡思乱想着 忽然收到全体艾特 居然是黑心老板说要安排下周团建 说是因为汪总监的车祸感到很悲伤 希望大家抓住机会享受当下的生活 反正长篇累读的扯了一堆狗屁 我根本不信 但是看了发出来的行程 老灯确实大出血 第一次这么大方 还订了个度假村 特意说可以带对象或者家人 也可以带上宠物 我没当回事 我又没家人也没对象 难不成带霍营光过去 他倒 是可以实现我的职场终极梦想 就是把你们都杀了 气 团建日要在外面住一晚 前一天晚上 我拿出个小行李箱 一边叠衣服 一边没当回事的告诉霍营光 让他一个人在家好好待着 别吓到楼上楼下的住户 他瞬间忘了那个两米的约定 将我扑倒在床上 我辛辛苦苦叠好的衣服 瞬间乱成一团 冷白的手指将我偏到一边的脸扳了过来 宝宝 我乖乖忍了这么久 等来的居然是你要丢下我 给我点好处吧 不然我无法保证 明天你们的车 能不能安全抵达度假村 他缓缓用手背蹭着我的侧脸 我不贪心的 宝宝 只要一点点 可恶的男鬼 还懂威逼利诱了 我咬了一口他作乱的手指 含含糊糊道 你要什么好处 我话音未落 冰冷潮湿的舌尖舔势上我的耳廓 我以为他跟平时一样 锁过稳就结束 就没有躲开 他身上确实冰冰凉凉的 很舒服 我迷迷糊糊的忽然感觉身上一凉 才发现霍营光有些得寸进尺 低头就看到 银白的头发铺满在我的胸前 我有些羞耻的别开脸 有些气势不足的开口 让他适可而止 他抬起头 露出射人心魄的红毛 宝宝别害羞 只有你知我知 第二天坐在去度假村的大巴上 脑海里还忘不了昨晚那些糟糕的画面 一闭上眼就是霍营光的脸 于是干脆侧身去逗旁边同事带着小男孩 他忽然开口 阿姨你的手机一直在闪 是不是有人找你 我拿起手机就发现是霍营光的消息 和他到了声谢才点开 点开看到他发的消息后 我瞬间满脸通红的关闭对话框 该死的霍营光 一开婚就像解锁了什么骚话系统 宝宝才离开两个小时 感觉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好想念昨晚宝宝在我怀里颤抖的样子 对不起宝宝 你的衣服又被我弄脏了 我真的不能跟过去吗 宝宝 不要靠近别的男人 我会一直注视着你 我下意识环顾四周 怀疑他是不是又在我身上放什么监视我 霍营光你又犯见识吧 正好 你现在看看我身边哪有蓝的 再对我的衣服干坏事 我把你给剁了 我起身拍了个视频发过去 这件材质比较特殊好像洗不干净了 蕾丝也被我撕坏了 我给你买件新的好吗 还有你右边那个小崽子 为什么一直盯着你 我看一眼发现他说的是同事家的小孩 洗你的衣服去吧 小孩的醋你也吃 还有别以为你发个小猫卖萌 就可以混过去了 昨晚已经撕坏一件了 咱家很富裕吗 一天撕一件完 同事忽然问我 小黎是真的谈了吧 发个消息一会脸红 一会生气一会又笑的 我收起手机笑着点头 室友在接触 果然 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啊 有照片吗 我没想到八卦的力量那么强大 一群人都围过来打听 我支支吾吾的说 对方不爱拍照 打着马虎眼敷衍这群人 七嘴八舌的提问 还好很快就到了度假村 刚下车 大家脸上都有些失望 老板当时说的是什么莲花古村 大家以为只是起了个村落的名字 万万没想到真的在村里 而且和照片上根本不一样 照片上看起来像全国各地都有的商业化古镇 现实中竟然破破烂烂 也没有那些全国连锁的奶茶店和酒店 唯一一家民宿 一走进去就闻到一股腐烂木头的味道 我和同事说 他摇摇头说自己没闻到 老板脸上有点不高兴 骂助理怎么挑的地方 助理低着头挨骂 看不清表情 我感觉这里到处充斥着诡异 掏出手机才发现没信号 同事正给孩子拍照 忽然嘀咕一声 手机坏了吗 怎么是黑白的 他喊我过来拿我的手机拍 结果拍出来又是黑白的 其他人也发现了不对劲 大白天 一群人冷汗都下来了 爸 老板摸着秃头说 我们先 先回公司 不愧是你 周八皮 一群人又浩浩荡荡往回走 来来回回绕了几圈 都找不到进来的门 明明才上午 天色却一点点暗了下去 同事的儿子下着小脸惨白 挂着眼泪 我走到一个在路边卖菜的老太太跟前 阿婆 请问这里是莲花村吗 她抬起头 我才发现她脸上没有五官 准确来说 是个还没来得及画五官的女友 再抬头 就看到她身后的铺子 门虚眼着 一只黑色的眼睛在缝里偷窥着我们 我装作没看见 回到人群 没办法 一群人又只能回到民宿 我跟前台拿了张地图 才发现道路什么都和图上一样 这里确实是莲花村 但是如果这一切不是有人在恶作剧 就很可能是我们误入了不同的时空 我说出自己的猜测 几个同事一脸僵硬的说 我是不是看小说看多了 老板拍着桌子骂了几句脏话 说肯定是有人恶搞 说不定是什么真人秀 等自己出去了 一定要告到对方倾家荡产 一群人正一筹莫展 忽然门外涌近十几个人 他们盯着我的目光 极为甚人 快去告诉村长 李家女真的回来了 这下祭祀大典终于可以重启 神兵也不再追究我们犯下的错 他们围着我咕弄着什么古怪的话语 门外一阵风卷着灰尘吹进来 我伸手挡了挡眼睛 再睁眼就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民宿 而是被绑在一个黑漆漆的屋子里 我撑着墙起身 才发现自己是在祠堂里 我望着远处的牌位 有种极度熟悉的感觉 直到看清牌位上的字 写的是或是荧光 很奇怪 看起来也不像正常的牌位 我想起之前问过霍荧光 他是怎么死的 他不愿意说 还说很多事已经说不得了 难道他身上藏了什么秘密吗 我喊了几声 分明看到外面人影晃动 却没人理我 于是我慢慢挪到供桌前 别人我可能还会怕 既然是霍荧光的牌位 我伸手就把他从供桌上扫了下去 哗啦一声 惊动了外面的人 门支牙一声开了 这个臭丫头 祖宗莫怪 祖宗莫怪 两人跪在地上 将霍荧光的牌位重新摆上桌 然后将我绑在椅子上 祭祀之前再敢耍花样 神明一定会降下惩罚 我看着他们关门 又看了一眼霍荧光的牌位 什么神明 霍荧光吗 也不知道同时他们跟我一样被关起来 还是出村了 这些一看就封建离姓的村民 感觉很可能把我烧给霍荧光 虽然死了和霍荧光当鬼鸳鸯也不错 但是烧死估计很难看吧 还可以淹死 就是会泡囊了 我瞪着霍荧光的牌位咬牙切齿 忽然手上的绳子一松 熟悉的 冰冷的气息落在我的脖子上 宝包 我特意来救你 没想到居然看到你扫了我的牌位 我脸上有点尴尬 连忙转移话题 到底怎么回事 他伸手拿起牌位 忽然地动天摇 他扶住我的腰 过去这么多年 果然还是很厌恶这里的味道 就 再睁开眼 我们已经站在村口 我看到熟悉的大巴车 连忙走过去 就看到司机和同事们都睡在了车上 身后莲花村的人已经追了过来 盯着我们 李嘉女是献给神明的祭品 你不准离开 但他们走不出村子 永远只能突然在门口徘徊 慧荧光伸手碰了碰我的眼睛 眼前的异象忽然消失 我眨眨眼 才发现到了真正的莲花村 同事们都下了车 兴奋地说这里也太漂亮吧 没有一个人记得刚刚进村的事 有人眼间问我身边的男人是谁 我还没回答 同事笑着调侃 肯定是小黎的男朋友吧 我没有反驳 牵着慧荧光的手跟随人群进了村 因为我急切需要一个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 弄清楚这件事 拿上房卡后我拉着慧荧光上楼 同事善意调笑年轻人就是急性子 我都没心情解释 刚进屋 我就板着脸问他怎么回事 慧荧光露出他一贯的无辜表情 我咬牙切齿地亲了一口他的蠢 一触即分 但又被他拖了回去亲了个狗 直到我耐心快要消失殆尽 准备删他 他才松开手 那个村子已经消亡在百年之前 剩下的只有执念而已 我出生时 霍家来了个妖道 说我是什么鬼童子转世 能保霍家百年长心 只要用他的秘法将我封进尼偶 霍家人答应了 我虽被封在尼偶里 却不生不灭不死 每年那道时都会过来重塑尼偶 霍家也如他所言 生意兴隆 人口兴盛 直到我成年 倒是要霍家人每年向我供奉一个少女 我听到这里一把掐住她的胳膊 我不会就是那个少女吧 她摇摇头 你只是个在霍家打砸的小丫头 什么 我听村民一口一个离家女 还以为我是什么重要角色 原来是个打酱油的吗 别急 这些女孩子会被关进祠堂七日 等我吸干她们的血 天杀的封建迷信 霍荧光摸着我的头发 你当时也是这么骂的 啊 我的戏份这么突然 你姥姥在霍家做了几十年的工 平时祠堂都是她在打扫 那时候她病重了 这个事就传遍了你 她笑得眼睛眯起来 你从小就胆大 每次打扫祠堂都要骂我 为了救那些女孩子 你偷偷给我供猪鸡鸡鸡 她露出一言难尽的表情 其实我根本不想吸那些女孩的血 因为人类的鲜血很臭 连续三个女孩都被完完整整送了回去 家主发现不对劲 醒来那妖道 她一眼便看出是你导鬼 也看出我不愿意饮血 我等了几秒 她还是没有声音 我疑惑的问她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就一起逃走了 啊 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我们一起离开了莲花村 我不信 追问她 别糊弄我 后来到底怎么了 幻音刚落 灯灭了 我下意识以为是停电 刚骂了句什么破酒店 屋子里忽然亮起两根红竹 我眯着眼适应了几秒 才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房间里 龙凤竹映照着大红喜字 我低下头才发现我和霍银光 都穿着大红吉服 她伸手抽掉我的衣袋 宝宝 我来告诉你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还没回过神 就被她压在雕花大床上 霍银光 谁和你成亲了 你肯定是在骗我 没事 你有一整天的时间 慢慢回响 路过门口的同事 年轻人体力就是好啊 翻外 霍银光是泥塑的鬼童 她一度以为 自己这辈子都会被困在泥里 一开始是霍家人怕她敬她 后来整个村的人都怕她敬她 只有那个小丫头 还没桌子高的时候看到她就哭 后来她被姥姥骂了 就只敢偷偷骂 但是她会偷偷把霍银光 挪到有日光的地方 让她晒太阳 会偷偷给她带外面的吃食 带还有露水的野花 霍银光看到那些瑟瑟发抖的少女 就会想到那丫头 如果自己真的吸血 那丫头肯定不会再理她了 她真笨 居然从厨房偷了鸡血猪血 还抱着碗 苦苦婆心劝她不要滥杀无辜 霍银光一天天虚恶下去 少女们被送来又被送走 终于惹恼了霍家人 但是倒是叮嘱只有鬼童自愿饮血才有效 于是那丫头被拖进瓷堂 倒是当着她的面 割开了她的脖子 吩咐下去 以后若是七日后仍未饮血 就当着她的面将她处决 少女滚烫的血洒满了瓷堂 妖道冷哼一声 本是杀鸡儆猴 没想到供桌上传来什么断裂的声音 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桌子塌了 尼尔跌落在地 碎城寻常土坯 和少女的鲜血相容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鬼童脱离泥宿 成了野鬼 当即脱了那妖道 妖道做这一切 本就是养鬼为自己所用 没想到一切功亏一篑 不过这些事 就没必要告诉 已经转世忘记一切的她了 至于那转世的妖道 也已经被她永远困在莲花村 再不会有出头之日 全文完